劈腿 妳會怎麼處理 我兒子 跟他老爸一樣我把他砍了 我兒子如果會劈腿 表示是爸爸教的 這都會 有心疑鬼 那個棒子 女兒子你沒有督是馬跡 他才會疑神疑鬼 我像妳會說謊的人嗎 像 在家裡怎麼沒有看妳對我這麼好 要幫我收東西 家裡沒有影還沒有板子嘛 你怎樣讓他表呢 玩了五年怎麼會沒玩過 我們是認識五年以後才結婚 認識五年 認識五年以後才結婚 但中間就沒有分手嗎 沒有斷斷心情嗎 這中間他有沒有再去玩過別人 沒有 那當然有 那好可憐 那當然有對不對 有嘛 女人比較會講實話對不對 其實演壞人已經沒什麼形象了 不用來我們這邊顧慮形象 對不對 對啊 幹嘛咧 有就有嘛 你換什麼 要幻想 女孩子都會 女生遺軌 聽妳在放棄 然後換什麼 女孩子你沒有督之馬跡 他才會遺生遺軌 ok 你們兩個在結婚之前 有沒有聊到一件事情 很嚴重的很重要一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跟婆婆同住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問題不大 是 我們家有五個男孩 然後一個姐姐 我們有六個小孩 那媽媽可以到處去住啊 注意力不會只注意我們 那這對妳講 妳們應該沒有婆媳之間的問題吧 對不對 沒有嗎 少 很少 很少 幾乎沒有 妳講不準 妳要問做媳婦 這是婆媳問題 少子有沒有 有沒有 以前啦 冷靜一點 這樣我們剛剛問這個婆媳問題 中皇一口就說 我們沒有什麼婆媳問題 那我這樣問中皇就是好了 因為中皇是很愛說謊的一個人 所以問她是婆媳 不倒柯玲 好啦 我像妳會說謊的人嗎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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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少子有話要說 真的嗎 繼續 繼續 多少一定有 但是重要的是生活習慣 就是譬如我們講起床 老人家總是希望 就比較傳統家庭 大家一起吃早餐 雖然早餐各忙各的 可是譬如我們比較都會生活的 夫妻就會說 反正我上班拿著機就好 有時候都不吃早餐 其實有碰過啦 真的 因為她媽媽有來住過嘛 然後變成是起來以後 我睡不著了你知道 早上不起來不行啊 因為媽媽早起 對 可是曾經就有一次 起床中午了 看到婆婆一個人在熱菜吃 很不好意思 真的是 就不好意思 對啊 那是妳自己不好意思 那婆婆會生氣嗎 妳覺得她會 不舒服嗎 因為沒有講耶 我是覺得她應該也是 不是很舒服啦 真的講 還是會有一點 沒有講只有 血厭嘛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的習慣就這樣子啊 但只有一次就還好啦 妳連續兩天我跟你講 累的是她 她就來幫妳討好嗎 不是還好啦 因為他們沒有住在一起 其實那時候住幾天而已 就這樣子咧 她來住幾天 我們就沒有的啊 反正婆婆只來住幾天 妳那幾天就不能撐一下嗎 我問妳 爬不起來 不是因為 妳就趕那幾天 妳也爬不起來 我知道 那一次真的喔 我就 我就突然中午起床醒了 欸 看她的熱菜你知道 哇 趕快喔 妳還要在這邊吃什麼 對 妳不覺得內疚 妳是一種媳婦 對啊 所以妳說這種真的是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那我覺得我很好奇 我們婆婆是晚睡晚起的 那妳 睡合很爽 真的啊 那只有她耶 真的耶 沒關係 我媽媽在日本 所以她聽不到 好 妳會想說 我沒有聽 好 那我問一個 我問一個喔 鍾煌有當著她媽媽面前 罵過妳嗎 有 哎唷 煎熬啊 鍾煌 一次 痛苦啊 對不對 痛苦啊 故意罵的嗎 故意罵給媽媽媽聽的還是 罵什麼 什麼事 應該是那一次吧 就是過年啊 過年他們三個兒子嘛 陪媽媽打牌 那一次已經很晚了 弄到兩三點 三四點了 因為我們在別人家對不對 妳也不能睡 也不能幹嘛 我說你們打快一點嗎 我們想睡覺咧 她就開始飆了 媽媽在這裡 怎麼可以說要回家 因為還沒打完嘛 對啊 妳是輸牌還是怎麼樣 媽媽在打牌 對啊 她已經說 我們自己打 打很小啊 好玩啊 五十二十塊而已 純粹是要陪媽媽 對 純粹陪媽媽 對 不過那次真的很累 我說 你們打快一點嗎 我們很累想回家了 她就發飆了 飆得真的是 那時候當場眼淚都流下了 可是我覺得她飆得對 對啊 不過真的很累 沒有 我只是說你們親人 累妳就在旁邊睡就好了 妳一年一度才一次 陪婆婆打一次而已 不是 妳敢什麼東西啊 這是面子問題耶 哦 好不容易 不是耶 妳過年在家裡面 面對又是婆婆 又是家人 那有什麼好面子的問題 對啊 妳知道嗎 在他們兄弟面前對不對 被他兇耶 在婆婆面前被老公兇耶 很沒面子耶 當時兒女在身邊 呃 對 還沒睡著 不過他們在房間嘛 在房間玩電腦 很兇嗎 他很兇 有多兇 中皇示範一下 我都忘記了 是不是 他應該忘記了 那妳就 妳假裝是嫂子 我假裝是嫂子 阿嬤 趕來回家啦 很累 很想睡覺耶 怎麼還好在打呢 多久才打一次牌 陪媽媽不行喔 黃飛還有兄弟在耶 虛樂虛樂虛樂 不該等 那你們繼續打嗎 這樣不兇嗎 沒有 他口氣不是這樣子 比現在還兇 我就說嘛 我們聽到是比這個還大聲 突然很大聲 可是我不懂 我不懂 因為我覺得嫂子算是 算是還滿懂事的一個媳婦 其實我們很忍啊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這是妳不對耶 我知道我不對 跟忍沒有關係耶 沒有我知道我不對 妳這個被罵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應該的 他這個啊 對啊 對 不是因為 你知道嗎 不是 他心直口快 他就說 對啊 其實那個時候 可能真的都累了 沒有多想什麼 沒有 其實有啊 後來我也有問他 我說我也沒有錯啊 我只叫你們打快一點 對不對 像我們累了 那你怎麼那麼大聲呢 對不對 對 沒有錯啦 但是應該妳應該照道理講 應該是不要當著面去趕 應該是偷偷把老公叫他婆婆 做法錯了 我好想睡覺 這樣子就沒事 我相信這樣她絕對不會 孩子的教育問題 婆婆應該不會管教育問題吧 那你們兩個夫妻 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你們兩個夫妻 對教育問題會有 不一樣的想法嗎 我講教育問題 不是只有小喔 一直到成人喔 譬如說他二三十歲 他交女朋友的時候 他劈腿你們怎麼辦 你們會不會管 會不會罵他 你們待會兒回答 妳 妳講 女兒 妳的兒子如果劈腿 妳會怎麼處理 我兒子 很想兒子教育的問題 沒有那麼奇怪 因為兒子如果會劈腿 表示是爸爸教的 為什麼 因為你是爸爸 如果你不會劈腿 你兒子就不會啊 你把他教好 他就不會劈腿啊 那如果你對劈腿 觀念是對的 你認為劈腿是對的 他就會劈腿 那就是你啊 你教不好啊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你今天先來嗎 不是你們覺得咧 是不是我的問題 其實應該不是啦 因為 看 很多喔 爸爸 你怎麼去問男人呢 你怎麼不問女人呢 男人當然就會評得應該 他教我剛才一次 給你五個了啊 那 不是嘛 所以他現在會這麼擔心 女兒的原因就在這兒 他真的是怕報應 不是報應 冷靜 冷靜 覺得兒子學會跟爸爸無關 有關 不能說無關啦 對啊 但是也不能說完全都是爸爸的問題 兒子劈腿是我的責任對不對 好 我接受 那我再問你 如果我們兒子被劈腿你怎麼辦 我把對方砍了 哈哈哈哈 中華女孩 如果你的被劈腿 會不會 我會跟他講說 這是你的幸運 跟女兒講 你不是會把對方砍啊 不會 還是分兩階段處理 不是 這個是 對他來講是一個 因為他既然是這樣子 那你就 可以證明說他不是很愛你 嗯 對不對 你可以選一個更好的 對啊 對啊 是沒錯啊 那你會原諒你女兒的男朋友 那 切切咧啊 對 就切啦 對啊 就切啦 連續被批六次 我相信我女兒不會那麼慘 他連續被批六次 OK 那好 他女兒如果連續被批六次 一定是他老爸做的孽 OK 重點出來囉 好 你一次你可以OK嗎 幾次是你的界線 幾次你可以忍受 沒有 你這個 這個假設性問題太嚴重了 哪那麼慘啊 我想要討論小孩問題 沒有關係 寓教娛樂 對啊 但是沒有那麼慘 你幾次 兩次可以 也不可能啦 不是 以我的女兒 我看她這個樣子 她不會 應該不會那麼慘 這樣比較保守 不會笨到去看了每一個 都是會批腿的男人 對啊 我們都會教她們 對啊 不能亂來 我現在瞭解中皇的含義就是說 她的容忍只有一次 對不對 超過兩次對方就出事 對不對 OK啦 所以呢小孩的教育啊 其實是父母都有責任 都有責任 很大 對 現在就是身教重於眼教 屠蛇 應該還好吧 她常常講一句話 是 你腦袋裝大便 對你啊 很難聽喔 對你嗎 這句話以後變成 我女兒曾經學來跟我講 真的耶 媽媽 你腦袋裝大便 你有什麼意見呢 真的假 你自己講 沒有 你講啊 你對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看法 對不對 很難聽喔 真的很難聽喔 對不對 她都會剝皮 然後削紙給你一下 她也不至於那樣 賢慧啊 所以啊 對啊 那你為什麼把她裝大便 但是我是說的是毛 那你用一個毛子裝大便的人 你不覺得你自己是大便嗎 冷靜一點 我沒有不冷靜啊 我現在跟你講理啊 冷靜一點 你幹嘛臉紅咧 沒有 沒有 喝了酒喝了 這個 站在我客觀這個立場來看 這只是口頭禪 對啦 對不對 真的嗎 那你會講回去嗎 其實講真的 你會說回去嗎 我跟你講 我會口頭禪 講出來是要對方不會生氣 才叫口頭禪 如果講出來 對方會生氣是叫攻擊 你們有沒有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這句話 那一定的好不好 對不對 因為真的太難聽了 而且我又是 我又是很 我是愛面族 是 對 沒辦法說 說不了這種話 真的 對啊 那就變攻擊啦 睡覺以後偷襲我 幹嘛笑那麼大聲 偷扁 怎麼可能偷扁 那怎麼偷襲啊 偷愛愛嗎 偷愛愛嗎 沒有 其實結束一下 也不是趁他睡覺啦 中華喜歡那種強迫式的 不是 強迫得逞的 錯了 錯了 我這個人不可能是這樣 壞人當上癮 我就要說 沒有 沒有 我就不碰 你怎麼這個人是這樣 你用這個嗎 沒有 沒有 這是你們夫妻的前戲 就對了 噴掉 噴掉 不是 哇這前戲超快的 兩秒 沒有沒有 外太 哇靠 哇靠 他寫這個我知道啦 是因為 因為他要早一點睡 然後他要送小孩去上課 那我們都比較晚睡 是 想說 想要來一下 對啊 愛愛 那 睡著了 還是這樣 因為我們要晚睡啊 你已經睡著了 他還想找你愛愛 對 尤其手腳是冰冷 那個冰 對啊 手腳很冰冷 這樣OK啦 這樣應該還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 我就是做一個客觀的這個評判 老公對你還有這種 衝動 很正 真的嗎 很正 聽到沒有 這有什麼不好 我跟你講如果哪一天 冬天的時候 他手腳冰冷 然後竟然也不理你這樣 這時候 就很念 對啊 就危險了 這樣應該還好吧 真的嗎 可以慶幸啦 雖然這麼冷的天氣 可是他對你是熱情如火 對他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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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腳冰冷 嚇死了 這不就像很刺激嗎 欸 先嚇死 啊 這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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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現在男生你也嚇嚇我吧 我願意讓你嚇 我安排一下 我安排一下 以後 愛訓話 唉唷 唉唷 這很好啊 倒酒 來來來 再倒酒 什麼狀況 愛訓話 沒有這是我女兒講的耶 真的啊 真的我女兒講的耶 對啊 他說 你說 爸爸喝酒也是愛訓話 我是講說 愛唷叨 他是 中華你會對女兒訓話嗎 會喔 過晚就有 這是女兒講出來的啊 其實我覺得通常 爸爸好像都對女兒 會比較寬宏大量 會比較愛 就是因為平常 捨不得罵 喝了酒 借酒壯膽 也不是壯膽 喝了以後 稍微唸一下 就想到什麼就會講 好 所以我女兒現在知道她喝醉了 趕快去睡覺 爸爸又要訓話了 最主要常常講什麼 常常講什麼 內容對 對你啦 可以講一整夜這個很厲害 其實我跟妳講 她平常是一個很悶的一個人 比如說她起床 看她的報紙 然後看電視 她可以一句話都不講的 可是酒喝了以後 什麼都講 奇怪 她可以從天南地北 全部都講 好厲害 她會不會跟妳討論說 以後那個冬天的時候 我突然跳進被窩 妳不要跟我在那邊抵抗 抵抗 抵抗的話我就很不舒服 有沒有討論過這一類的事情 其實跟妳講什麼都講 她就會全部都講 對啊 這樣子 對啊 那妳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還滿喜歡她喝酒 因為她平常都不講話 不好意思 我現在也是跟我女兒一樣 她要喝醉趕快睡覺 趕快睡著 其實我覺得喝酒的人 像在這方面是很壞很壞的習慣 對不對 如果喝酒喝到讓人家 你喝了酒人家會怕你 就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那沒有資格喝酒 喝酒是因為你喝了酒 大家看到你都是很開心 那一種人才有資格喝酒 我以前是這樣 就所謂的酒品 對啊 我以前是酒品很好 那現在為什麼會 不是 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她很喜歡我喝酒 那這樣才是對的啊 對啊很好啊 真的很好 對啊 這樣才有資格喝酒 那時候 要喝一點酒比較嗨你知道嗎 對啊 這樣很好啊 那我直接喝酒 現在不喜歡太久 不要喝喔 你喝我沒的喔 這麼久 你是 別這樣我告訴你 我明天就快要喝 對不對 很累喔 你是對人進去做什麼的 不是 我請她說我擺是不是 你人家一講到酒 你就興奮了 就跟人家進去 要久一點 那我等你沒關係啦 那你要進去躲著就等你 我現場可以證明 我是幫她收板子對不對 對 你跟我說不對 對不對 在家裡怎麼沒有看你 對我這麼好 要幫我收板子 家裡沒有你還沒有板子嘛 對不對 我們幫忙收板子 助理第一次來 不知道 對不對 中華可以做這個 好體貼喔 我們為了節目進行順利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聊到哪裡 鶴雪為什麼要變多說呢 還好啦現在 知道自己有這個缺點 現在在改了 也知道這個是缺點 對 因為小孩子會怕 那很煩喔 那就不對了喔 爸爸要喝酒 趕快去睡覺 真的 喝酒喝到讓小孩子害怕 那就不對了 真的 喝酒 喝酒 ús точ